哈喽大家好我是娜莎莉 今天要介绍的是超级名谋生死斗第15季下集 上集我们提到Casey受到死亡威胁 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我们必须介绍当事者之一Lexie 她是本集中首先带头80Casey的人 Pyra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长得很像我的超人女友Oma Thurman 她拍照时常常都是侧面照 起初看的时候会觉得还不错 但看久了就会拟 于是评审又送她回家排名第10 但她精彩的部分并不是在赛中表现 赛后的她才是一年注目 从事了一些时尚拍摄 康娜笑的主持人还在脱口秀时主动坐到她旁边 但在2012年发生车祸 她表示有严重影响到自己的model生涯 因而控告肇事者75万台币 之后成为室内设计师 IG上可以看见她的作品 不过让她成名的原因是 她赛后在网络上的表现 使用整行名称Tom 来和网络上逼平她照片的人开战 也威胁要控告AMTM本专放上她的照片 当Casey遭到黑粉死亡威胁时 第七季的Milrose跳出来为Casey发声 Lexy在YouTube影片回应MilroseF** off 虽然她一把影片删除 但早早就被留存到出流传 下一位要介绍的人物是 AMTM时尚战机最强 AM强到我一度怀 其他人都只是陪考生 是AMTM时尚第一个连续舞连贯的人 拥有世界第一细腰 全家经营相当良好 除了永远吃不胖外 身高都约190公分上下 也造就她成为AMTM时尚最高的一位model 但却因为身高太高总被嘲笑为巨人怪 外表虽被Tyra形容像科学怪人 但是拍照时瞬间瞅瞎压便听啊 第一次比赛就展现出欧式高贵优雅 还带有几分暗海思维的神韵 评审直接点评她会成为一位超魔 而她堕落凡间的天使让人神魂颠倒 就在你以为她这么强要被排挤时 竟然完全没有一个明显的反派出现 甚至当宿舍贴出她的嘴角印照时 女生们还夸奖她 此外还与其他女生联合假造大改造名单 诊大家 不过到后期她不太会社交的迹象就越来越明显 第十集挑战赛要去四间公司面试时 她完全不知道Killa不太高 她一直在后面跟着人家 针对要向秦顺难摸真宠的主题 更是她头痛的考验 本来就性格畏缩的她 成品出来显得动作很僵硬 大家都知道拍摄广告越害怕跌倒反而越会跌倒 她们终终一摔光用卡的都觉得很痛了 于是节目为她准备了护具 反摩和Nagel也在旁不断传扶她 最后成品出来才不忍睹 也因此成了她首次包围 不过我想就跟她长期被嘲笑 所以被感到自卑有关 导致她面对工作什么话都不敢说 结果反而让大家觉得她很高傲 不过好在接下来的拍摄主题都是她的强项 女色拍广告不需要背台词 最后Coffer Girl照片更是与重不同 一路走来似乎畅行无阻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对其他女孩不公平 她有些照片最实可能没那么出众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她有不容易忘记的脸孔 她喜欢她最后的对家感言 可惜CofferN似乎无心继续留在模特儿圈里面 只有街拍了几个时装设计品牌的药物 参与的走向事物也相当少 之后就转往艺术发展 现为插画家 从事一些漫画电玩设计 官网和ID上可以看见她的作品 但近期更新加慢 第三位要介绍的是Liz 她漂亮硬朗的脸 但则让我想到Demi Lovato 结果说Demi Demi就到 比赛前就申请工作家庭学院 除了上大学念书外 还要申请两份工作养女儿 生活结局到不得不申请政府救济 为了想改变人生人来参赛 最后人感动的是 当Rihanna茫然的不知所测时 Liz Golita让她站坐起来 就在彼此厮杀斗争的比赛中 很难得能见到有选手选中送她 但她很爱抱怨 大改造时抱怨 吊钢索拍照时也抱怨 与E4的海洋生物一同拍照时也抱怨 有只海洋飞过来在她身上大便也抱怨 如这点我想情又可越来 本集John表现最佳的一次是 在第七集模仿时装生机师 John Galliano进行拍摄 Liz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发现John的美妆照片都会调媒 并模仿他 结果很成功 连认识John的Mr.J 都感觉John仿佛就在拍摄现场 评审也以为他有对John做过认真研究 因此拿下第一名 也成了第一个将M几下长生军宝座的人 在第九集这张 他的姿势和表情其实蛮有气势的 但冰神觉得他抱怨太多却付出不够 因而将他淘汰排名第六 虽然他被节目塑造成爱抱怨的形象 但有些抱怨我反倒觉得是勇敢 剧出节目不妥处 像第九集邀教学生们在炎热的夏天 穿上厚厚的冬天服饰 休息都快昏倒了 Tyra的反应居然不是赶紧让他们换上 像自己身上穿的比较凉快的衣服 而是叫他们坐下来继续进行拍摄 还有当Liz迎下小挑战时 说他的奖品和Tyra一起吃下午茶进行深入交流 最后却变成Tyra很快把全部点心吃完然后闪人 最后为他任何一家公司签约 但要进行一些像是口号广告拍摄 订婚后便退出model生活 与前年又生效另一个孩子 他表示宁愿再生一个孩子 也不要再走AMGM这种秀了 第四位要介绍的也是本期中蛮强的人物Keyla 扣掉AIM占掉首位的话 只剩下四个比赛里 他就占了两次第一名 出生在单亲家庭 生活从到13岁前都睡在睡袋里 高中时出轨也因此不停的被欺悟 导致他不断转学 在一次拍广告时续难摸亲人 Keyla透露自己自11岁起 被性侵传达一年半 这一期都惹我了 我不想吻他们 我不想跟他们联系 他们惹我 之后剧组人员却说服他实行 之后拍摄更是被要求趴在男摸腿上进行 我非常不赞同节目这样的处理方式 他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被性侵过 就连妈妈或女友都不知道 当他首次公拍自己的经历时 是在全世界观众面前播出 此时他要面对的不是只有战胜恐惧而已 还有社会会如何看待他 会不会给他加上标签 他要怎么做才能在社会中给自己定位等等 这时候他更需要的应该是关怀与陪伴 而不是强迫他和男摸接触 而且又是这么亲密的接触 这样往往只会让被害者经历第二次伤害而已 然而原本以为他痛苦的过往会阻碍他拍摄 他最后却都是在有男摸参与的拍摄主题中拿第一 赛前女朋友就有规定他回来不可以有红发 大改造新造型却是要染红发 但他的大改造却相当成功 且挑战方面再一次要帮Liz跳行 Glammy颁奖典礼的服饰时 Liz说他想要脱地长裙 他表面上点头同意 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选择挑裤子 好在他的正确判断让他们最后生出小挑战 其中Kayla更被选为Glammy颁奖嘉宾 最后由于没能掌控好脸单角度被淘汰 而Glammy颁奖要排名第三 其实不论是Kayla不怕和Nexi争吵 或是小挑战不会被队友的观点牵走 都能看出Kayla是蛮有想法的人 赛中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来参赛 就是要成为首位同性恋者冠军 愿意为此克服障碍与男摸拍摄 当她被淘汰时 有不少粉丝替她感到惯惜 于是她第17季又再度回来 但可惜比赛该季排名只有第8 最后和一家公司前约 参与了一些拍摄后便退休 目前并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Rihama 一出场就才会摆姿势 让评审经验到直接让她第三个入围 第三集这张姿势和表情都很迷人 然而评审觉得她总是同样表情 在第4集将她淘汰 排名第11 其实乐时尚model她绝对够资格 虽然在赛中成绩不是很亮眼 但赛后超成功 反超多加工4000元 也有超多杂志找上她 之后还创立了复古服饰商店 也有在Soundclub发布许多误曲 最后一位要介绍的是 来自世界排名第5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Gene 比赛前是学校的驱棍球队守门员 爸爸是医师 非常有钱 不过她一点也没有富家子弟的高傲气息 这一季Liz和Chris很喜欢动弄她 帮她上了舞蹈歌 还在她身上乱涂鸦做假牙 但她一点也不会神奇 还模仿Chris做大家笑 她最可爱的地方是当名人打电话回家 都是为了问候他们的家人或伴侣时 唯独她打电话是为了确保自己 要拿到Justin Bieber的票 好漂亮的脸蛋自然非常上象 越到后期更是实力大爆发 第6集这张漫步的很有时尚感 第8集拍广告看不出来 她不为华之拍人 反而整个散发美丽光彩 第9集即使坐在不太好表现的位置 仍能呈现高端时尚中的性感 在时尚短片中 即使脸上挡满头发 仍挡不住美丽的外貌 整机下来其实看得出镜蛮乖的 她不像Chris搞怪 也很少看到她批评别人 对于节目的安排也都毫无怨言乖乖配合 不过在比赛中常被批试勾病没有恶性 最后在第11集将她淘汰 与Kayla同样排名第三 最后发展可说是本季非常辉煌的人之一 与超多家经纪公司签约 也上了Volkitalia的网站 而参与了许多走秀 接着顺利毕业后 从事Juicy Report的政治评论 与2017年结婚 不过IG只有一篇很久以前的贴文 接下来要总结一下第15集 前期实验的主场秀 但冠军也有自己的弱点 所以后期还是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发挥空间 Drama部分可以看到霸凌多对异的画面 但最后大家都还算和平 加上有搞笑天才Chris 让人看得相当舒服 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大家敲碗的所有冠军分高下时刻 不过排出这个 并不是为了要抓出让人争议的冠军 毕竟每个冠军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粉丝 相反的 希望大家都多给予那些表现超赞的冠军们掌声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谁吧 总成绩排名平均起来 前日明示身材跟脸蛋都开外挂的Anne和Nico 基本上这两季看看积极大概就能知道冠军是谁了 而他们有点木讷的更新加上能拍出好照片的反插梦 也让许多观众被深深吸引了 大家也应该都忘不了第四季冠军那一帽吧 他是素食主义者和佛教教徒 于比赛中创下神出最多次Cover Drew of the Week的人 最后总秀更是瞩目压场 第六季冠军Daniel更是人美心也美 虽然比赛表现并无亚军Joni的总成绩来得好 让他的失业心和乐观态度让人深深喜爱 我本身就蛮喜欢看维多瑞亚的秘密 而他也有参与过呢 那么大家心目中最爱的冠军是谁呢 欢迎下面留言让大家也关注到他们哟